大家好,欢迎收听网行编辑部节目 今节我会和大家讲一下中国环球电视网又被打压 今次竟然被英国有关当局宠罚22.5万磅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了网行编辑部 蒸香煲和晒冷气继续将继抗疫聘经济反网部的讯息传扬开去 大家见到我这个附题,就说到原因是和郑文杰有关 是的,真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大约讲一下,为什么英国监管机构的通讯管理局要宠罚他 今次他宠罚他,他们给出的原因就是 中国环球电视网违反公平、私隐和公正性 所以就处罚他22.5万英镑的罚金 事实上是涉及几件事 其中一行就是一位叫英国公民叫Peter Humphrey 提出投诉,当中有12.5万英镑 是关于2019年播出的关于香港抗疫节目 另外也都播出了这位英国人Peter Humphrey 一个公开认罪的视频 而这个视频就侵犯的私隐 另外有关于修例风波的报导也都是有欠工整 还有就是前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 郑敏杰的视频 这些对英国来说都是违反了他们国家的私隐条例 另外也都包括同罗湾书店的股东 桂文海的一些视频 所以今次又向CGTN处以罚款 而英国通讯管理局就认为 郑敏杰、桂文海这些认罪视频 是完全没有尊重他们的私隐 再加上在报导他们认罪的时候的环境 和他们的遭遇都是有欠公正性和公平性 因为他们是被关押的时候的情况下 被逼接受采访的 而事实上今次不是第一次被英国打压 早在今年2月英国通讯管理局就吊销了 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英国的广播许可 理由就是持有这个频道执照的声华传媒公司 对CGTN输出的内容就没有编辑权和控制权 而英国广播执照的持有者 必须要拥有对内容的责任权 并且不能受到一些政治机构的控制 正因为英国通讯管理局 就当时对CGTN的执照的时候 即播出的执照的时候处以处分 却虽然是这样 当时英国吊销了他们的广播执照的时候 但由于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 CSA就在今年3月3日批准了CGTN在当地的落地申请 同时都按照这个欧洲跨境电视公约 CGTN因此能够重新获得 向所有帝约国的广播权落地权 当中就包括了英国和德国 而相对于英国和德国 法国的广播许可简单得多 只需要满足一些技术要求就可以了 只要频道能够通过法国卫星广播 从法国的传书讯号就可以获得广播许可 在8月20日的时候 CGTN的发言人就说 在当地时间8月20日 CGTN英语新闻频道 已经是在英国覆盖 往返的 FreeView数字地面电视平台的 264号频道 开始了他们24小时的播放 结果之后 英国通讯管理局就说 CGTN并不持有英国的广播虚可症 但是某些设备上 FreeView的观众 就可以选择利用VisionTV等等的服务 来观看CGTN内的直播节目 而这些都是通过互联网来提供的 不需要广播虚可症 我个人认为 有时每个国家地方的法制都是不一样的 而今次这个事件很明显就是 中国的法制和英国法制的分别 借这个机会 英国就变成了有理由去罚CGTN 再加上 以目前西方和中国的政治气氛下 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相信是会陆续有来的 而且一定会用放大镜 来盯着和中国有关的媒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的声音就变得更加难走出去 今次的重罚都可以算得上 包含一个强烈的政治意味在背后 只不过以英国的标准来说 播出一些疑犯的口供落口供的时候的视频 的确是不容许的 但是中国的法制就不一样 尤其是触犯到这些较为简单的罪行 很多时候根本都不需要上法庭的 但英国就不是这么看的 所以有时我个人认为 要播出一些节目的时候 的而且确是需要参考一下 了解一下当地的法制是怎样 以免再次被人执到手照 今次就很明显被人执着手照捉去佛 当这个佛单开出之后 中方亦都对此有所回应 外交部的赵立坚就说 中国是法治国家 中国的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贵敏海的犯罪行为 构成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 证据确实充分 而中国地方法院 已经依据该案作出算盘 而英国有关机构 是应该撤销这种错误的决定的 中国媒体在英国展开正常新闻报道 提供便利 至于其他的投诉 涉及关于香港的抗议活动 我自己也有看过 中国环球电视网所播出 有关香港的抗议活动 我个人认为CGTN 我是看不到有什么问题 关于香港的抗议节目 大致上都能够做到客观公正 不过在英国通讯管理局 戴有政治色彩的眼镜的时候 来处罚CGTN 这方面我反而觉得他们有欠功云 虽然是这样 有时当一个政治压力压到身 很多时候小小的东西 就可以当成首照 欲家之罪何患无耻 我个人认为 有关当局 应该要继续上诉 一些不公平的事 就要据理力争 但另一方面有考虑 就算和他们据理力争 即我意思就是和英国有关当局 和英国通讯管理局 和上诉 当中涉及的成本有多少 花的时间又有多少 以及在上诉期间的内容 要不要配合英国的文情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见到 如果英国这个先例 佛原有佛 佛过不亦乐乎 其他国家 又会不会 学英国这样做呢 这是很大可能的 再加上 目前现在的英语频道 有关中国的 有关中国的 有关中国媒体的英语频道 选择的 就真的并不多 再加上 受到 各个西方国家的打压 有时中国的声音 的而且就很难打出去 很多时候 做的节目 做的内容 都真的要步步为应 不同国家 也有不同的做法 又或者可以这样的 看看 外国媒体 是中国广播的节目 会不会有问题 就试一下 如果立即有罚他 又会被人拿来说 这个摆明报复的 自己失去找其他 西方媒体来祭祺 真是 非常之可乎 中国 很大机会是这样的 今次 又关于 郑敏杰的节目 老实说 郑敏杰所犯的问题 所犯的事情 并不是什么严重罪行 但是 这人 借这件事 竟然 也都成功地 留在英国 这个人 很明显 是一个 经常去内地玩的人 只不过 他这么巧 这么不幸 那天 撞正 被人断正 断正 断正之后 自己 亦都很坦诚地 承认了他过错 而他承认过错的时候 的视频 亦都在电视台上播出 这个明显是他自己承认的 没有被迫承认的 但是呢 这些这么简单的 违法行为 就不需要去法庭 如果他认为自己 真是无辜的话 他应该回到国内 上数字 但是他不会 他就借这件事 也都成功 去了英国 一个人 飘机 飘到全球都知道 有时 我都觉得 这位仁兄 都真是奇葩 今次 亦都因为他 又是郑文杰 这个人 搞到 CGTN 又被罚钱 这个人 真是没有好大气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见到 中国的媒体 很难在外国 可以宣讲到 中国的声音 这种长期的打压 以我个人的推测 英国今次开起了个头 相信其他国家 也都会陆续又来 很多监管机构 都拿着个放大镜 来妄试这个电台 究竟 他们播什么内容出来 只要抓到一点点 又立即开罚单 这种操作 都可谓非常可乎 但是 是不是代表 中国不应该做呢 不是 中国要继续做 但是 将来的内容 就真是要 特别要留意 否符合 当地国家的法规 有时真是要 换一个方法 不能够被人 撿到手照 否则 分分钟 连个台都没有了 另外 最好 就是要 加强 网上的直播 串流 目前 我所知的 就是关于这个 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那个直播串流 也都不是 太过足够 我个人认为 真的 而且 是很依赖 这个油管平台 油管平台 那个监管 就更加难触摸 而且 是 经常改变的 再加上 它是一间私人公司 它想什么时候改变它们的规则 就是它们主持 喜欢封你台 就封你台 所以我相信 CGTN 需要考虑一下 建立自己的 网上的直播串流平台 不能够单是以赖 这些西方的媒体 社交平台 来做串流 但不是代表 要删除 它们在油管上面的频道 都要保留 但是 亦都需要 建立一个自家的平台 这样来做广播 才可以避免 一些的突发情况出现 例如什么突发情况呢 就是 会被油管 突然封台 这些特发事件 和亦都可以 保障 那个广播力量 万一 法国 又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又封了你那个广播权力的话 就好像英国那样 到时 有可能要暂停几个月 甚至乎更加长的时间 最好 开发一些 网上的应用 手机的应用 或者 平板电脑的应用 随时随时 给不同的人 都可以 免费下载 和收睇节目 这样 更加有保障 和 这些技术上 中国没理由做不到 是不是 所以这些钱 我个人认为 真的不省得 好 关于CGTN的话题 今天我就说到这为之 下节回来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拜拜